最近美国商务部出台了一项断供禁令,禁止向中国出售用于芯片设计的特定类型的EDA软件。 EDA软件是什么,很多人不太清楚,或者有些人有点了解,那不就是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吗? 既然是软件,破解不就行了吗?于是就觉得这项禁令形同虚设。 实际上呢,这条禁令肯定不是虚设那么弱的,但是对中国目前的芯片产业的影响呢,也不如很多媒体夸张的那么大。 这期科技参考,我们就来解读一下EDA断供和它的影响。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禁令的内容,它说的是禁止特定类型的EDA软件,而不是所有的EDA软件。 那特定类型指的是什么呢? 是啊,GAA-FIT结构的集成电路所必须的EDA软件。 那什么又是GAA-FIT结构的集成电路呢? 简单说,就是从3纳米工艺开始的那些集成电路,就基本都是GAA-FIT结构的。 而3纳米大约是个什么水平呢? 它可以算是半年之后全球最最顶尖的水平。 目前呢,全球只有台积电可能会在2022年年底之前开始量产3纳米工艺的芯片。 全球半导体制造业的老二跟老三要想量产3纳米的工艺,还需要再等上大半年。 知道这些,我们就可以把禁令大致描述为啊,禁止那些公司向中国出售目前最顶级的工艺会用到的EDA软件。 而次顶级的跟以下级别的还是可以继续卖给中国的。 接下来呢,咱们还是简要说一下GAA-FIT结构是一个什么结构。 其实啊,它是MOSFIT最先进的一种外形结构。 MOSFIT呢,你可以简单的理解成晶体管,一个MOSFIT就相当于一个晶体管。 今天一个芯片里最多容纳1140亿个晶体管,那个呢就是苹果的M1 Ultra。 它就是由MOSFIT这样的基础结构组成的。 在2012年之前,MOSFIT从外观上来看都是类似的,差别在于等比的放大跟缩小。 我在文稿中放了一张MOSFIT的外形演化图,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点开文稿看看。 最左侧就是它2012年之前的样子,绿色的部分就像是水闸一样,这个结构叫做山极。 把山极的异端接上电压,然后控制电压的高低,就能控制山极下面那个灰色凹槽里的电流是导通还是关闭。 但是随着MOSFIT的尺寸等比缩小,到了2012年的时候出现了意外。 电流啊,该关断的时候即便提供了正确的山极电压,也还是没能关断。 最初呢,只有不到1%的电子,在逻辑上应该是关断的情况下,还是跑了过去。 到了后来,随着MOSFIT的尺寸继续缩小,情况继续恶化。 逻辑上应该关断了,但实际上有40%的电子依然跑了过去。 于是MOSFIT的外观就演化到第二步,也就是图中,中间的那个样子。 干脆啊,把电流流动的凹槽给它凸出来,然后让闸门,也就是那个山极,用立体包围的方式把凹槽包裹起来,形成一个立体的包夹。 这个时候,再在山极上加电压,露出去的电流就小多了。 这种立体山极,就是直到今天依然在使用的ThinFight工艺。 芯片行业用ThinFight工艺又对付过去10年,在这10年间,晶体管的外观基本也没有变,只是继续的在同比缩小。 到了2022年5纳米工艺的时候,ThinFight工艺也不行了,MOSFIT的外观不得不再次改变, 因为即便是三面包围的方式,也依然无法在应该关断的时候,让漏过去的电子数足够的少。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?于是,GAAFight的结构就出现了。 GAA,它的名字就是GateOround,我们从这个名字就能看出它进化在哪儿。 这次呢,不只是三面包围了,而是六面包围,而且还包裹住了好几条勾道。 这次的改进是非常艰难的,我们仅凭外观上的差异都能看出来。 前面就算把山极做成是立体的,感觉复杂度呢,也还算好。 但是从FINFIT变成GAAFight,那实在是太复杂了。 这也是业界推进的一大难题。 这样的工艺尽管能解决漏电的问题,但是把MOSFIT的尺寸继续做小, 因为涉及到的步骤太多了,导致成本增加也很多。 同时,同比缩小的尺寸呢,也并不能很好地提高收益。 所以核算起来呢,研发的前期一直是成本增加的比收益提高的更猛。 于是,直到现在还没有开始量产。 那么,一叠一软件又在制造芯片里起到什么作用呢? 简单的说啊,是可以模拟整个从设计到验证到生产的全过程, 而且是全过程的高精度模拟。 这里呢,我们要逐级说一说,模拟的精度是怎么提升的。 我们就以导线为例,初中物理课的电路部分, 你像电阻、电压源、导线、开关,还有各种测量的表啊等等, 大约就是这些零件了。 初中物理的电路体力,最难的就是一大堆这些东西接在一起, 然后问你,当打开其中某一个开关之后, 某一条线路上电流是多少,或者某个电阻上电压是多少呢? 这样的题曾经让很多同学都头疼无比, 但其实很多人不知道,世界上有很多软件, 你只要把题目中的这几个原件从原件库里头给找出来, 然后导线就按试卷上画的图的那个样子给接起来, 立刻所有线段上的电流,所有电阻成的电压, 瞬间全都告诉你精确的结果, 根本就不用你按照什么基尔霍夫定律去分析, 在列方程解方程,根本就不用。 为什么呢? 因为软件模拟了整个电路, 但是啊,这个模拟只是低层次的模拟, 也只是把基尔霍夫定律啊, 欧姆定律等等规律写进总体的规则中, 再把电阻是什么, 导线是什么, 电压源是什么, 这些零件基于电路理论中对应的数学公式给写进去, 这样就能得到结果了。 而这样的精度的模拟只能应付中学的物理试卷, 现实并不这么简单, 哪怕只是我们常常说的最简单的东西, 一根导线那都不是很简单的, 比如说如果我们在导线上加的电流是1200A的话, 导线自身蕴含的电阻就不能再忽略了, 而在处理初中试卷的时候, 导线上电阻是默认为零的, 于是在更高级的模拟软件中, 我们就需要把导线的横接面积啊, 还有电阻率啊等等参数也得加进去, 但是导线上可不止存在微小电阻这么一种效应啊, 现实应用中情况更加复杂, 比如说当导线传输的电流不是直流电, 而是高频交流电的时候, 你可能没听说过啊, 这个时候电流并不均匀的在导线横接面上流过, 而是这个高频交流电频率越高, 电流就越倾向于集中于导线的表面传输, 这个规律呢有个专有名词叫急肤效应, 急就是急中的急, 肤就是皮肤的肤, 于是呢在超高频传输电流的时候, 你完全可以把导线当成是空心的, 因为中间的部分就算你用了纯铜也全都浪费掉了, 因为电流根本不从那走, 你看在模拟的时候, 这些变化的参数影响必须得考虑, 而到了这一集的模拟呢, 依然不能描述导线的全部特征, 比如说两根挨得很近的导线, 一个通的电流是向上的, 一个通的电流是向下的, 于是在同时通电的一刹那, 这两根导线在磁场的作用下会互相吸引, 还有在特定长度跟特定交流电的频率下, 导线已经不能再看作是导线了, 因为它会变成一根天线, 那天线跟导线有什么区别呢? 就是流经导线的能量, 这会儿会有相当多, 会像花瓣一样散落在立体空间中散发出去, 不再被约束在线材中了, 在这种情况下, 电路里就会有一部分能量莫名其妙的丢失, 于是关于导线的种种附加寄生的参数也必须加进来, 才能完整描述一根导线在工程领域中实施, 到底会产生什么影响, 只有把所有的因素都考虑进来, 才能在极端的设计应用中不出问题, 才能在验证中发现问题, 才能在试产时一次成功, 而EDA软件就是干这个用的。 今天的芯片都是在EDA中设计的, 都是希望一到两次试产就能成功, 因为今天试产的成本太高了, 5纳米工艺试产一次的开销就是0.5亿美元, 在几百亿个晶体管组成的芯片上, 几个倒霉的错误就足以导致0.5亿美元打水漂, 五次打水漂都没有打成功, 那家芯片设计企业估计也要倒闭了。 在EDA软件中, 今天半导级产业每一个零件都有着极其丰富的参数, 这些参数绝大部分是由生产厂商与EDA软件的公司, 频繁的磨合调试出来的, 还有一部分参数是客户买回来之后用的时候发现的问题, 然后一点点的修复bug的时候更新到参数里的, 对于工艺极成熟的那些零件, 参数基本是不会变了, 而对于像10纳米以下的工艺, 要用到的设备跟零件, 他们的EDA里的参数每天都有大量的更新, 一家要生产顶级芯片的公司必须实时掌握这些更新, 才能让自己设计芯片的时候把错误控制在极低的水平上, 而这些参数的更新并不是开源的公开的, 这些持续更新的数据正是正版EDA软件服务的核心, 甚至在三纳米工艺下, 可以说目前超过一半的参数还没有达到完美, 台积电在为客户生产三纳米芯片的同时, 也要把自己的工程师, 客户的工程师, 还有EDA软件的工程师频繁的叫来开碰头会, 根据生产中的变化, 沟通要调整的原件或者软件里那些参数, 可以说EDA软件是由整个半头体行业里所有的领头羊参与的, 频繁实时更新的, 庞大的用来模拟现实工程的数据库, 知道这些呢, 你也就知道为什么用不了盗版的EDA软件了, 因为盗版不提供高端芯片必须的客户服务, EDA软件公司不会派人来现场帮你查到底哪些参数不对劲, 那些至关重要的更新, 盗版也是没有的, 有人这时候可能要出奇招了, 说干脆啊, 我找个黑客, 连那些更新的数据库也一并给他盗过来, 而且还是实时的盗版, 随时的更新行不行呢? 也不行, 因为只要是盗版的, 在芯片工程项目里就没有来自EDA软件的官方验证, 发给台积电去生产的时候, 台积电也会因为缺少认证而拒绝开工, 但为什么又说对中国的影响不大呢? 还是这个道理, 和GAA-FIT结构有关的所有知识都掌握在极少数业界顶尖的公司手里,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, 即便他们手中握有GAA-FIT结构的EDA软件的授权, 当前很多的参数的成熟度都是非常低的, 有大量要优化, 要补充, 要修改的东西, 如果把这些参数给到一个刺激的公司, 那对这刺激公司完全就是属于无数的天坑给到他们了, 他们根本就无法把这些内容兑现成3纳米的芯片, 而那些顶级的厂商之所以在参数不完美的情况下, 还能把芯片给设计出来, 验证出来, 制造出来, 就是因为他们躲坑的经验太丰富了, 我们可以回看过往20年, 其实也是这样的, 在40纳米节点, 28纳米节点, 14纳米节点, 10纳米节点, 7纳米节点, 5纳米节点, 有哪次出现过中国的公司在那个节点公益, 刚刚出现的时候推出过芯片, 参与市场竞争的呢? 一次都没有, 中国半导体产业竞争的优势压根就不在这个领域, 现在是在28纳米以上那些成熟的公益上, 所以单就这个EDA禁令来说, 对中国的影响有点类似于某一个航空公司突然给我发来了禁令, 禁止我买头等舱的机票了, 但是其他仓位还是可以买, 这个对我的影响并不是很大, 因为我平时不会买头等舱的, 当然这是仅对EDA这一条禁令来说的, 更全面的打压跟竞争其实来自于那个2800亿美元的芯片法案, 这些内容呢今后我有机会展开细说。